今年大家都想要有個好運氣 而位在臺北的鳳天宮 就有一座轉運開運的生肖轉盤 信眾可以來到這裡轉轉運 不過過年節防疫人潮分流 近一年後再來也不嫌晚 另外在這個文山區 又有一座道堂裡頭 供奉的太乙真人神像 是用七百年歷史的牛樟神木雕刻而成 信眾可以來這邊祈求五色絲線 保佑身體健康 跟著主播鍾宇杰一起來改運吧 走近位在松山區的鳳天宮 金碧輝煌的大殿和精緻木雕 讓人看得莫不轉睛 不過最特別的是這一處太歲殿 想要讓新的應言有好運氣 就可以來這裡動手轉運 那這個太歲殿你可以先找到 屬於自己的守護的太歲新君 接下來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守護卡 並且告訴他今天所為何來 緊接下來就可以來到這裡 找到屬於自己對應的生肖 並且順時鐘的轉三圈 沉甸甸的石盤得用力的轉 聽說就能幫助一整年順利 而另外特別的還有這個 輸入電話號碼後燈柱就會自動閃爍 透過科技讓大家點平安燈更不費力 不同於大街廟宇 在文山區的巷弄街也有一座 供奉太乙真人的圓太道堂 來到這間道場信眾通常都會先來摸摸 這一尊石像摸摸他的獅頭呢 就是希望可以升官 那摸摸他的嘴呢 就是祈求可以遇到貴人 來到這裡第一站 就是先和太乙真人的坐騎打打招呼 而在過年期間 信眾也可以來這兒 求五行運氣的五色絲綫 好 我們這五色綫 是在如意上面 這五色綫就代表五行 代表你身體的五行 五臟六腑 在你身上的時候 就可以幫你去餓小齋 讓你身體更健康 而道堂內供奉的太乙真人神像 是用七百年歷史的 牛樟神墓雕刻而成 也是全台最大牛樟墓圓客神尊 因此成了道堂的一大亮點 大年初一這裡還會發送紅包 想必又會吸引不少人潮 華日新聞 趙雲杰 梁洪志 台北報導